208集 沙淮丹好不容易才在猪猪的催促中回过神来 我们先去救几位老先生 路上我跟你慢慢说 猪猪自然没有意义 北海之上天然笼罩淡淡的兵雾迷障 没有熟悉的人带路很容易走偏方向 几位丹族长老所在的小岛虽然不远 但有沙淮丹带路可以走得更快 假火道君第一次见到猪猪的本来面目 也不由得一阵心迹 她活了快两千岁了 对于美色早已经不放在心上 她更看重的是猪猪的修为 这个小姑娘看上去绝对没有一百岁 但是那修为镜似比她还要深 虽然她身上的气息有些古怪 但论修为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原因后期 这怎么可能 沙道友 这位是 假火道君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发紧 这女子竟然叫沙淮丹师兄 可是她分明不是妖羞 还有她提到的师兄师姐跟长老又是何人 没想到沙淮丹一介妖羞 却有个这么厉害的师妹 不知道她究竟出身何处 沙淮丹瞄了一眼猪猪 意思就是问她要不要照直说 猪猪知道再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便向假火道君行了一礼 晚辈丹皇出身丹族 族里几位长老尚在险地 晚辈要赶去救他们 麻烦前辈在此接应我的几位师兄师姐 丹皇这名字倒是有些耳熟 假火道君忽然想起 这不是丹族少女的名字吗 她此刻应该在重武城皇宫那座客 怎么会跑到北海这里 她都不认得丹族的人 怎么知道谁是她的师兄师姐 丹族的人跑到阴阳岛上了 莫非是为了对付艳势天 一个个念头闪过脑海 那边丹皇已经和沙淮丹坐上银沙 去得极远了 假火道君 杖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正好见一条六阶银沙在岛外游影 依稀记得 这银沙是沙淮丹的其中一个牵线 便书尽将他照到面前问道 丹皇小姐的师兄师姐是何人 有何特征 丹族有多少人到银阳岛去了 那条银沙甩了甩尾巴 瞪大一双蓝眼睛 丹族就只有四位长老在附近的岛上 没听说过有其他人要来 丹皇小姐的师兄师姐 不是跟你们一道来北海的吗 带头的那个是个小孩模样 还有两个师兄 一个丝丝纹纹 一个冰冷冷的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师姐 说起石英绿 那银沙忍不住摇了摇尾巴 有些心荡神弛 说起猪猪恢复本来面貌 资容更胜石英绿 不过石英绿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让人看了一眼 便忍不住看第二眼 看着看着 便不由自主 浑迁梦营 假火道军 眼睛瞪得比那条银沙还大 也忘记计较他太过随意 不够恭敬的口吻 上智派那几个人是 是 是丹皇小姐的师兄师姐 论修为 他们还差了丹皇老大一劫 而且也不曾听过 圣旨派跟丹族关系这么密切 政权不过是底禅上等人的挂名师傅 论辈分也许比丹皇高 可论修为 明明在丹皇之下 哪来的这么大面子 可以让丹皇称圣旨派几个小辈师兄师姐 对啊 你不知道丹皇小姐 与猪猪姑娘是同一个人吗 银沙没什么心机的道 假火道军 几乎被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震到了 那个整天抱着一只猪 长得又土又琢 傻气直冒 呆气侧漏的小村姑 竟然是丹族的圣女丹皇 假火道军恍然明白 这是丹族人为了让丹皇逃过艳势天的追捕 而做的掩饰伪装 不过 这伪装 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距离阴阳岛 大概五百里外的无名小岛上 丹族四位长老 盘西坐在一起 心情十分复杂 他们最在意的不是自己的生死 而是猪猪的安危 如果他们不曾听过丹尼说 猪猪吸收第二种天火 只用了五日 那么他们绝对不会动念 让他在这个时候去吸收第三种天火 不提岛上的艳势天 光说在这种仓促的情况下 融合三种天火 便有巨大的风险和困难 但情势所迫 他们不能不对猪猪做出这样的要求 艳势天已经在打阴阳岛的主意 一旦让他成功 很快他就会发现岛下藏了蜜泉静火的秘密 到时候猪猪再想得到这种天火 便是难如登天了 对猪猪而言 唯一的有利条件便是阴阳岛上 那株万年荷欢树 在神树神力的庇护范围内 猪猪即使失败 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四个人在岛上一等便是五日 每一日都感觉满常无比 心情也越发地忐忑不安 如果不怕善离此地 引起艳势天的注意 只怕他们早就忍不住赶到阴阳岛上 去看看猪猪究竟情况如何了 第六日傍晚 就在四个长老几乎要望穿秋水之际 一道雪白的洞光如流星般掠过夜空 降落在小岛上 四位长老看清楚来人猪猪 顿时欣喜若狂 几乎要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 年纪最长的单组长老 期待又怕受伤害地拉着猪猪 试探地问道 黄儿 可曾找到蜜泉进火 猪猪点点头 找到了 我先替你们消去火印再说 师兄师姐还困在阴阳岛 有再多的话都等大家平安了再说不迟 四个长老点点头依然盘膝坐下 万年荷欢树的空间之内 夜人是天眉头一挑 自言自语 小妹人竟然能够炼坏火印 莫非她竟然吸收了蜜泉进火 想救那四个老家伙 本宫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说着轻轻地一谈指尖 无名小岛之上 猪猪坐在四位长老正中 整个人已经被无似的烈焰包裹 连她的身影也变得透明起来 无似的烈焰随着她的手印变化 很快化作四条透明的火龙 射向四位长老背心的火印 猪猪已经在自己身上试过用蜜泉进火炼化火印 这次更是驾轻就熟 眼看着乌黑的火印渐渐地变淡成灰色 还来不及松一口气 灰色的火焰印记忽然迅速缩小 然后发出扑的一声清响 火印自原处消失 却划成一条条黑线 试图钻入四位长老的经脉之中 如果让他们得逞 四位长老的经脉会被火印中蕴含的灭世之火 腐蚀毁坏 就算不死也会变成废人 在一旁护法的沙槐丹大惊失色 猪猪却并不惊慌 只食指一番变了另一个手印 本来在四位长老背心燃烧的透明的烈焰 一晃闪出一团橙色的光芒 正融合了长生鲜火与续阳明火的永生之火 橙色火焰迅速地将正欲四下游走的黑线裹在其中 那些由灭世之火化成的黑线冲不破永生之火的阻拦 不住扭曲挣扎 火印中封存的灭世之火毕竟有限 焰视天远在百里之外的阴阳岛上 又被困在神术空间之内 猪猪却就在四位长老身边 永生之火源源不绝地将灭世之火封进在小小的一处 甚由密拳静火将之炼化 神术空间之内 焰视天指尖一颤 一阵刺痛传来 火印的攻势受挫 他被猪猪反戈一击 差点受伤 如果不是因为顾忌着几位长老的身体承受能力 猪猪的反击会更狠更猛 焰视天勃然大怒 可因为他与被种下火印的人相隔太远 又被神术禁止 只能生生地受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已经无法逆转情势 当黄分明在替几位长老 炼化火印之前就事先准备防范他的反击 往日里那个不安适适的少女 什么时候变得这般狡猾老练 焰视天忽然想到什么 抬眼望向圣志派那几个人 一定是这些该死的东西影响了他 我的小妹人 反抗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以为吸收了三种天火 就有本事可以跟我对着干了 也好 等你把虚空碎火也吸收融合了 便是我一统繁戒之时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境前大陆上的最强者 谁才是你的主人 焰视天慢慢地握紧拳头 他不愿意承认心底深处的震撼与不甘 五神塔一战至今不过几个月 丹皇竟然这么快 便又在吸收第三种天火 如果他不早早地对丹族下手 只怕他在家族的权利栽培下 已经拥有超越他的实力 这样恐怖的天翻 令他记恨不已 不过没关系 丹皇只能走到这一步 丹族的人一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丹皇身上吧 如果他们知道剩下的三种天火都在他的手上 会是什么表情 焰视天想到这里 不由地轻笑起来 再如何天才又有何用 终究注定了 只能成为他登上至高宝座的踏脚石罢了 无名小岛上 日生日落整整过了一天半 四位长老背心处最后一点火焰痕迹 终于被彻底的炼化 朱朱仔细感应过 确定再无后患 才将天火收回体内 四位长老同时吐出一口污血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虽然朱朱努力控制 但在炼化火焰与对抗灭视之火突然爆发的过程中 四个长老还是不可避免地受了伤 加上之前与艳视天苏弹红等对战时留下的伤势 没有几年光阴 难以恢复到原本的顶峰状态 朱朱想起沙淮丹转述临震金的话 今日就万年和欢术解除禁止之日 到时师兄师姐与艳视天苏弹红都会重新出现在岛上 不由得心急如焚 请沙淮丹召来银沙 将四位长老送回三大宗门的宝剑之上 便飞快地往阴阳岛赶去 虽然岛上所有外来人员的修为 都会被压制在结丹期以下 但之前的激战竟然逼得岛上几位原鹰道军 动用禁止法阵 可见艳视天和苏弹红定有其他可怕的招数 朱朱想到这个便感到一阵害怕 万年和欢术内靠着柳树庞大的神力加上足够的丹药 银子章敬养数日伤势已经基本恢复 和底蝉上一起轮流地替基优谷和食用律二人护法 他们身处无尽的黑暗之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六道光柱从出现至今已经相近熄灭了三道 神术始终毫无反应 剩下的三道光柱刚好三方各占其一 底蝉上穷极无聊 挪动气泡挨上太虚宫其中一个姓庄的结旦长老 低声问道 你看他们谁会成功 庄长老是最先与神术通灵失败的一个 他听了底蝉上的问话 愁眉苦脸道 希望不要是苏丹红 神术不会这么没眼光 有句男美女不要 去跟那个死人妖通灵吧 底蝉上看着苏丹红上方那道样目的光柱 心里有些发怵 如果苏丹红的修为不再受万年荷欢术的压制 后果很严重 这家伙可是实实在在的原因后期 而且善于用毒 底蝉上就算再自恋 也不会认为凭他们几个结单修士 可以与之对抗 庄长老苦笑道 神术之魂暗和大道 并无上恶之念 如果有的话 我们太虚公供奉神术多年 也不至于千百年间 只有寥寥数人能与之通灵 啊 你们对着万年荷欢术这么多年 就没有总结出一些经验吗 底蝉上不羡 庄长老长接短叹 天真师伯曾道 要与万年荷欢术通灵 除了要具备木灵根 又或者以具有木灵根之人 双修吸收足够的木系灵气 有以下四个条件的人 可能性会比较大 一是体内的阴阳二气平衡 二是五行相生 三是修炼我太虚公的功法 以致化镜 四是本身修为接近 或已经进入原因期 我后面两条都远远没有达到 失败远是情理之中 我后面两条级 我们就在地下车里面 一条级 我们就在地下车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